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威廉号科普小天地 这是一个您我都需要科普新认知的频道 生活的旅程充满了许多巧合和惊喜 当我们回首往事 常常会发现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 却成了我们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人生中最终的归宿 不仅仅是家庭的扶持 更是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 在这同时,若您喜欢这类的主题影片 麻烦请未看影片先按喜欢 帮我按到9999个喜欢 让我知道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对我是很重要的 并且开启小铃铛,激愤笑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常常将所有的关注放在事业 爱情和家庭上 视之为人生的重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渐渐发现 真正支持着我们的并不是那些物质 而是那些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的人 在我们步入晚年的时候 或许我们的外貌已经老去 或许我们的事业已经走到了尾声 但是那些曾经默默地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 却成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宝藏 这个人 也许是一位朋友 他们在我们失忆的时候 给予我们鼓励和支持 也许是一位同事 他们在我们工作中的困难时刻 给予我们帮助和合作 也许是一位老师 他们在我们求学时 给予我们启发和指导 这个人 可能并不是我们的欺人 但却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伸出了援手 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经济和坎坷 他们不求回报 只是纯粹地出于对我们的关心和关爱 或许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忽略过这个人 或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但随着我们的成长和经历 我们渐渐懂得了珍惜和感恩 当我们步入晚年 人生的脚步渐渐放过来 挥手过去 我们会发现 最终的归宿并不是富有的事业和路者 而是那些陪伴我们走过岁月的人 他们是我们的灵魂伴侣 是我们的情感之主 是我们人生中最真挚的情感 所以不管我们是否富有 不管我们是否拥有一切 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 无私地关心我们的人 才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在我们走向人生的晚年 让我们一起珍惜这些人 感恩他们的存在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的陪伴 献上我们最深沉的祝福和感激之情 好了 本集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影片 别忘了按下订阅和喜欢的按钮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 也请您在下方留下您的评论和想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